今天画的是流花的12月杂志的一个妆面的仿妆 这个妆面呢 这个就是非常干净 非常的奶油少女的那种感觉 第一步呢 我们先用到一支Nenco的玻尿酸原液 它的质地呢 一点都不油腻 很清爽 上脸呢 就是那种水水滑滑的感觉 平时呢 可以搭配乳液啊 化妆水或者是底妆产品一起使用 今天呢 我就直接上脸做一个打底 减少之后上妆 因为皮肤干燥 出现的一些起皮啊 卡粉的现象 然后用到一款安美的这个五色格力中的 浅蓝色的这个格力 这款呢 就是如打干皮使用的妆前 它上脸以后呢 会让整个皮肤看起来很水润 然后让我们的底妆也可以更加的服贴 遮瑕那我用的是PF的这个遮瑕液 这款遮瑕我觉得特别的水润 但是呢 就是它的遮瑕力要稍微弱一点 然后底妆呢 用的是PF的元气舒缓粉底液 然后这款粉底液也是我之前在爱用品里边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款粉底液 真的是又评价又好用 然后用Crox的这个粉饼稍微定一下妆 先修一修山根和眉头连接的这个地方 然后眉底液 然后眼窝的部分 鼻子稍微修一下鼻头就可以了 然后还是沾一点眉粉 把这个眉毛的边缘稍微弱化一下 今天的眼妆呢 眼影会非常非常的清淡 用这个带一点点珠光的肉底色 然后给整个眼皮继续一个打底 然后用这个肉橘色 画在双眼皮褶皱内的部分 眼影的话还是觉得太简单了 最近都比较流行闪闪的眼妆嘛 所以呢还是用一个闪片色点缀一下 它里边是有那种浅紫色的闪的 但是我的镜头好像拍不太出来 然后今天用到的这个假睫毛 是我用过最自然最像真睫毛的假睫毛 今天会用到一个液体腮红 这个颜色超级好看 特别的贴合 特别水润的一个又橘又粉的颜色 我最近发现好多泰国的一些小众的口红 都超级好看超级好用的 这个颜色不用厚涂 厚涂的话你会觉得嘴巴像吃了奶油一样 就是不够透 用唇膏稍微的点拍在嘴唇上 然后打一个底就可以了 然后用这个肉桂奶茶色的唇釉 稍微的点涂一点点 这样整个涂出来就是超级水嫩的一个嘴巴 今天会用到苏西苏的这个六色高光盘 高光盘的包装呢 是这种一粒一粒镶嵌的紫色水晶的设计 超级梦幻 里边呢有六个颜色 上面的这三个颜色呢 是那种特别梦幻特别鲜的颜色 虽然颜色看起来很多彩啊 粉的紫的 但是这个高光呢 它的质感做的特别的清透 所以呢上脸也不会特别的夸张和厚重的感觉 这三个颜色适合用来完妆 或者搭配一些比较精心准备的那种妆容 说实话第一次我看到这个配色的时候 我以为是那种很夸张很不实用的盘子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以后 我觉得它待在皮肤上的感觉 其实不是它盘子里边看起来那么夸张 然后下面三个颜色呢 就是相对日常实用挂 第一个呢是一个白金色的偏光 第二个是一个浅香冰为底 然后有一点银白色的偏光 这块颜色是我这一盘里边最喜欢的颜色 也是最日常的一个颜色 第三块颜色呢 更偏金一点 更欧美一点的那种感觉 这个盘子的配色就是那种 又可以完妆 然后又可以很日常的一个组合 它的压盘比较实 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控制用量 它的粉质我也很喜欢 一点都不粗糙 上脸的效果呢 很清透服贴 发送来自此等 floating notes 期待会儿 您的确定